大家好 我是Kyoko 很快就有一個星期了 來到這個星期五 今天要講的兩個文型 很簡單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とはんたいに 或者とははんたいに 前面就是動詞的普通形 い形容詞是 詞書形がの な的用詞加の 和這個名詞 後面跟とははんたいに 或者とははんたいに 這個意思是 與什麼什麼相反 大家看到反對就不要想著 是它反對 即是中文反對的意思 而是它有一個相反的意思 它的反面 意思 我們看看這句例子 アニはぶんけがすきだ それとははんたいに おととはにけがすきだ 哥哥就喜歡文科 跟他相反 弟弟就會喜歡尼科 這個情況應該經常發生 在姐姐妹 和哥哥 和弟弟身上 兩個明明是同一個家庭的人 但性格不知為何是相反的 可以用這個文型 表示對比 有一個對照性的事物 就可以用這個文型 然後下一個文型 終於轉到 な字開頭的接觸 這個就是ないから 動詞ない形 加上一個から 對 大家如果畫了 其實不用這樣記 總之你整個文型 ないから 這樣你會好記一點接觸 這個意思 就是表示 多希望 什麼 這樣的意思 如果女生的話 就可以說 ないかしら 也可以 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アメカ 早くやめないかな 折迫の日曜なのに 解測できないじゃない 雨 可不可以快點停 那 難得的 星期日 不可以充滿 那 這裡是表示 說話的人 好希望 那些魚快點停 的意思 那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話 這麼快一個星期又完了 我們下個星期一再見 五個五個已經溫度第85個了 只有五十個文型 我們就溫了 好像還有很多 其實大概溫到中間 我們現在 另外我也有溫其他的書 即是用其他的書 去補充這些文法 那 發現其實當中 都合集了很多N2的文法 所以大家如果 很快已經溫完N3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開始 學少少N2 N3這個程度應該會更容易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去我的IG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Facebook 那 還有 如果你喜歡和我一起溫書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明天再見 不是明天 在下個禮物一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